哈囉各位 你們好 我是DK 真的不敢相信今天終於來了 FNAF安全漏洞的遊玩預告終於推出了 在這一次的遊玩預告裡面揭露了很多非常有趣的東西 那我們就一起好好來分析一下吧 那我今天早上在看這個預告的時候 真的是邊看邊體積皮疙瘩你知道嗎 那真的是非常讓人興奮 你知道 整個人都在發抖 真的沒騙你 真的就這麼誇張 很扯 那在我們今天分析之前呢 先帶你來看一下整個遊戲的一個預告吧 你不是我了解的 你不是小 發財 但是現在 你是更多 你準備好了嗎 CO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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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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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GORY We can get you out of here You and me together They won't stop hunting you None of them will stop hunting you We have to get you out by morning You will do as I say You will bring me What I want And if you fail me Then you will Both of you BURN But Why Oh Oh I No I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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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有更多的事 OK那在你看完預告之後呢 你應該會蠻震驚的對不對 那這次預告裡面還有一些有趣的小細節 那我們就一起來分析一下吧 這邊會有一個男子在講一些話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看字幕就好了 You were nothing You were small 嗯哼 But now You are more Are you ready 這邊真的有一種FNAF World預告的那種既視感你知道嗎 我記得那時候FNAF World的預告也是一個面具 然後我們從他一樣是這個眼睛穿過去 我印象中好像是Barney Oh my god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房間 然後上面有著紅色燈光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好像有一個像門的東西嗎 不清楚這邊沒有很清楚 有一個像門的東西 還是窗戶吧 我不知道 然後FNAF正在跳過來你看 FNAF正在中間正要開心的跳過來我們這一邊 怕爆 那現在FNAF正開心的她跳過來 Oh man 這個的話就是Vanessa 另外一個夜班守衛 那這邊Vanessa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話 應該我們會是Gregory 那個小孩 那他可能要把我們從這個飯店裡面帶回去 因為他夜班守衛嘛 可能這個地方已經休息了或怎麼樣之類的 應該是這樣啦 他後面這一邊有兩個 是面具嗎 還是機械人偶的東西 這兩個東西跟太陽有關 Oh man 這邊你應該也不陌生吧 我們在第一個預告當中可以看到那個雷射場 這邊到時候的話應該就是跟這些機械人偶在那邊玩那個什麼 遊樂園裡面那個什麼 雷射槍 然後身上好像會穿一種裝備 然後被打中某個地方就會叫還怎麼樣 雖然我是沒有自己親自玩過啦 OK 你繼續吧 啊這邊大概是這樣 這什麼地方啊 Freddy Facebear's PizzaPlex 這應該是後台的入口 我猜 應該是後台那個入口 啊Vanny走過去了 這邊有個門 所以這邊應該是什麼倉庫之類的 這邊還有個門 這邊有個手把 所以這裡面應該是存放的什麼東西啦 混FearTex後的 這個預告的風格真的超像以前 Scott做的那些預告 所以我在懷疑這個預告應該是Scott自己操到的啦 非常經典 真的 蛤? 這個就是Rudson啊 天啊 這次連這個機械人偶的東西都有公布出來 還有揭露欸 很扯欸 這也是第一次揭露裡面的機械人偶啊 oh man 他眼睛轉紅了你看 眼睛轉紅代表說他們應該有個階段是正常的 然後另外一個階段可能是被洗腦或控制的 剛才這邊好像有個圖片 等一下等一下 我一定要看一下 這個是誰? Glitch Chip嗎? 欸不不不 這個是Vanny 這邊有兩個耳朵 然後這邊一張臉嗎? Vanny這個是Vanny 喔這個就是Monty 帥爆 他們眼睛真的都是紅的 所以應該是 還是被控制的階段 還不是我們這邊的人 oh man 喔這個就是Glitch Chip 他們現在看起來的位置應該是在電梯裡面嗎 一直在往上升啊 等一下 這邊還有一張臉 喔這張臉是Vanny的啦 可是這張臉是不是在暗示什麼東西啊 我不知道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關聯啊 蛤? 哇賽 這應該就是他們要在表演之前登場的那個電梯 到時候應該會是這樣 就是在表演之前嗎 他們會從 他們應該會從地底下的那個 類似排演區的地方 然後這樣往上升 升到上面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人在那邊看表演 oh man 這一個應該就是Valisa 我們手上拿著好像一個 手電筒的東西 然後好像有一個手錶 這裡未免太多螢幕了吧 而且如果你仔細看這個螢幕的話 裡面還有一些監視器的畫面 我們應該就是這個女守衛 然後要負責監控這個地方吧 喔 GREGORY 我們可以把你拿出來 你和我一起 他說要把我們帶出去 我們跟他 嗯哼 這個應該就是Monty專屬的主題樂園區啊 誒 這個是什麼啊 這個是滑水道的東西嗎 還是什麼 還是他表演的地方 等一下 往回一點 這邊其實看不太出來 這個地方是幹嘛用的 可是這個地方感覺就是一個展覽區 然後比較偏向戶外的那種展覽區 這邊好像還有一個機器 可是我看不太出來 這是什麼東西 好像就沒有什麼特別的細節 好像就這些而已 這邊還有另外一個畫面 可是也一樣看不太出來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上面寫著一個14 是14分嗎 還是怎麼樣 What 這個地方往外看 應該就是這個主題樂園的一個廣場 我們應該是扮演Gregory 可是為什麼我們要躲Vanessa 他不是來救我們的嗎 所以有可能我們一部分也要躲避Vanessa 反正就很奇怪你知道嗎 然後這邊有個Rothana的雕像 然後還有海盜船 這是哪裡啊 這看起來像是 這應該又是另外一個主題樂園的一個地方 然後這邊的話可能是在洞窟裡面 也有可能是 是在那個主題樂園的後台那邊 這邊的話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還有一些管線 在這邊好像還有一個機器的東西 可是我不知道這個到底是什麼 這個目前其實也蠻不確定的你知道嗎 這應該不是後台 這應該是主題樂園的另外一個地方 應該是一個洞窟的迷宮 你們怎麼看 我覺得是在洞窟內的一個 有分了好幾層那種迷宮 原本應該是拿來探索用的 那可能在這裡會變成 跟機械人偶玩一些 另類的追逐戰 這應該就是給小孩玩的遊樂區 你看這邊有一個童年回憶 就是爬那個像房子的東西 可以進去裡面 嘿我們進去之後 oh man 這個是展示中心吧 或者是那個博物館的東西 你看他有一個展示框架框起來 然後這裡有一把吉他嘛 然後這裡有個cupcake 這裡是寫Chika 欸那後面 喔分別都有對應的主題是不是 這個好像是Rothany 然後這個是這個是Monty嘛 這個就是那個Freddy OK 欸對對對沒錯這邊有隻鱷魚嘛 就他 喔 我在懷疑這邊的話 到時候就會是一個關卡的入口 每一個機械人偶都有分別對應到的關卡 你看這邊還有一個門 當然也有可能只是一個純粹裝飾用的啦 喔這個是那個溜滑梯 來到球尺 oh my god 廚房 然後這個是可能RockChika 雖然他走路的動作有點僵 呃對機械人本來就有點僵 我知道 這個是Monty的那個主題區 這裡是求死欸 喔 You will bring me what I want 這個應該是Monty的聲音 You will do as I say You will bring me what I want And if you fail me And you will both of you burn 這邊這句話聽起來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好像要幫Monty找什麼東西 要是沒有找到的話 我們兩個就死定了 我們倆是指誰呢 我們倆是指我們Gregory跟Venisa 還是我們跟其他機械人偶 官方的公仔有展示一段就是 Gregory可以躲進去Gran Rock Freddy的身體裡面 所以我覺得到時候這些機械人偶應該也會跟我們成為夥伴 然後一起來對抗Venny 這裡應該就是整個主題公園的遊樂區啊 然後可是這裡是有很多星星的 之前不是有個月亮機械人偶嗎 我在懷疑他也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Oh my god 對對對沒錯 你看這邊真的就是每個人一個展示區 為什麼他在這邊他跑出來了 這個Rox拿跑出來你看 Oh my god 這邊不是有玻璃嗎 他怎麼從裡面跑出來了 What 有時間 有相機 有這個 小地圖 這個手錶你應該還記得會是誰戴的吧 這個就是Venisa戴的 我們剛才在前面那段不是有看到Venisa拿著一個手電筒 然後手上好像帶了一個奇怪的東西 我們那時候以為是手錶 沒有 這個手錶的功能更先進 上面可以看監視器 然後可以看一些特定的位置 然後我們的位置在這個地方 還可以放大跟縮小 啥會 這個手錶應該還有一個功能就是 手電筒 那這邊還有電量限制 Oh no 完蛋 有電量限制就不太妙啊 然後他還有電量限制 這個東西本身就有電量限制 然後這邊還可以看地圖 應該就是整個主題公園的地圖 這邊還有這個inventory就是物品欄 然後還可以看log 日誌 哇到時候感覺好複雜喔 而且這邊還有票的數量欸 這應該是可以代表說我們通關了哪些地方那種感覺 Oh my god 欸這不是那個嗎 月亮機械人偶 他有個像猴子的 他到時候應該就是那種 身手很矯勁的那種機械人偶 Oh my god 不太妙 這個地方上面都是星星 星星的話代表會有月亮 然後這個機械人偶剛好是月亮 天啊 這是我們上次在環境介紹那部影片裡面 有看到的那個地方欸 這時候那個什麼 Monty把這地方打爆了 把鐵門用破了 哇 快跑啊 哇 這邊ROCK在哪裡在這邊追我們 What 到底是哪裡啊 可能ROCK Chica 他把那個箱子撞破之後 然後這邊有一段是那個 我們應該在看那個保安監視器那邊 那這個監視器的話 裡面就有Venny嘛 他好像要過來抓我們了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太陽的機械人偶 這邊你有發現就是剛才那個地方 可是他有分成日跟夜 如果這個角色出現的時候 上面的燈會開 然後這些星星會被關掉 像剛才是在天黑的時候 這些星星就是被打開的 然後那個月亮機械人偶就會出現 這應該就是ROCKSENA專屬的主題公園啊 看起來像是一個 滑水道 或者是那種賽車的地方欸 他有這種黑白條紋 然後還有這種聚光燈 應該是賽車場之類的 那種卡丁車那種賽車場啊 你看這時候是天黑了 上面的燈是關的 然後他跑出啊 他在這個地方 What's Staff Only Staff是什麼東西啊 員工專屬 這裡有個按鈕 這地方比較像是我們在第一個預告中 看到那個貨櫃區 旁邊那個小門 Oh man 這是最近距離看到Fanny的時候欸 哇塞 這是這個預告真的戰爆啊 雞皮疙瘩又來了 What 他該不會就是求救訊號裡面的 Gleecheap吧 可是他身上變得這麼破亂 為什麼 Why 然後目前遊戲一樣 是沒有給出一個正確的上市日期 我目前自己推過應該是在 五月到六月 應該是那個時候會推出 好啦那以上大概就是這一次的分析啊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下方按個like還有訂閱吧 那我們就一起好好期待這個遊戲 真的超讚啊這一次 我們至少可以不用跟之前一樣 就是整夜都黏在椅子上面 我們這次可以到處的移動欸 好讚喔 哇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記得下方按個like吧 那我們在下部影片見囉 Peace out 齊